一早南投埔里掃街拜票 热情相亲看到蔡明轩合体李正浩 嘴角不自觉露出微笑 看看两人的特别装扮 我没有浩哥的防弹背心 我只有我的简单的盾牌 美军等级防弹背心都出动 蔡明轩还把看板背身上 当作盾牌挡进攻 因为两人才被马文君大动作提告 笑称不怕被告 怕的是被开枪 我们也不怕他提告 假设最后我们没有事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说的 就法院认证过的 很疑惑为什么马文君要突然提告 后来了解到原来明轩的民调 已经正式超车马文君 所以对马文君来说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才在我跟明轩针对马文君 超过一个月之后忽然提告 所以这件事情显示马文君极了 极提告是否要稳民调 马文君没回应 但两人也开窍 马文君国会党预算 不只国防部分 就连农业也要党 骗我们的农民说你们需要的 包括我们的资孙都在给我们针出 结果呢 在中央暗中在打我们的农业的钱 还要把他悬 过去到中央明轩来打拼 农业商品真的可以外销到外国去 五六百亿的船 他说三万块人民币就可以搞定 我跟马文君对赌 三万块人民币我来出 我买一艘百亿日月潭 跟他赶快捡下去 要拼战胜马文君进入国会 蔡总统也来帮忙助选 马文君泄密争议持续延烧 绿云乘胜追击 力拼蓝天变绿地 三天新闻王城伟 邱瑞阳蔡明仙 徐璇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